来戳一款小可爱 亲们收到的绣帮都是带图案的哦 拿出我们的戳针 这是戳针的正面 斜面的是戳针的反面 需要把引线器从正面的小孔穿过去 毛线一定要多拉出一些备用 戳制时时刻保持毛线松散 不然会一直跳线 看下是从正面的小孔拉出来的哦 引线器最好一直放在一个位置 避免找不到 我们先来戳轮廓 注意戳制时针尖斜面要一直保持朝前 用力戳到底反面拉出线头 留下3到5厘米线头就可以 注意提针时要轻轻抬起 不要抬太高 紧贴布面移动 轮廓的针距大约是绣布的4个小格 每针都戳到底 遇到拐弯时针尖斜面也跟着拐弯 一开始可以慢点戳 尽量保持针距均于1点哦 继继继继继续 继继续 反面断线,留下3-5厘米就可以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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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里注意,需要交错出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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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填色,小面积的真具要小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把鞋子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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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做到一段時間的時間 在嘴巴上的字幕上是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字幕上是有所謂的 並且有所謂的字幕上是有所謂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制作。 开始戳背景色啦 这里需要紧挨着木头边缘戳至 这样线条才会更直的 针区要稍微大点 4到5个小格 3到5个小格 我先把他放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剪下反面线头 准备